节目带大家来到淡水中心区 介绍一个东方柏月虎 这里一万多元可以上车 关价八千多元 最主要的全部都是燕楼大社区 这里的开间很阔 三米八 我现在坐在这里看电视 我觉得六十寸的电视都可以 十八方的大横厅 这个淡水万方文汉九十六方的大横厅厅 我买完了 这个盘店有盘店 做过老师的 还有做过销售 所以我觉得 什么人都跟什么人在一起 Kennis都这么优秀 是不是?好不过我呢? 大家好我是Karen 本期节目带大家来到淡水中心区 介绍一个东方柏月虎 这里一万多元可以上车 关价八千多元 最主要的全部都是燕楼大社区 我所做的位置就是这里的花园 非常之之整 旁边有惠庸最大的农贸市场 所以你不用担心买东西的问题 还有这里也有惠庸汽车站 一小时的时间可以回到罗湖河岸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两个黄炸户型 分别是第一个户型就是 八十九方三房可以做到三米八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一百方以上才可以做到这么大的空间 还有九十八方三房都可以做到大黄炸 没听错大黄炸 不如我们现在一起进入瘦楼部看看吧 我们进入瘦楼部 有请瘦楼部的黄经理 和我们一起介绍美女 因为肯定要拼美女的了 黄经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区位吧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区域图 我们的区域图是在这个惠阳区 淡水镇人民三楼与这个北环楼的交位处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是属于惠阳的中心区 隔离的话就是区政府和新的行政服务中心 都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办逢产证啊 是不是? 都很方便的居住证 是 然后我们这个位置交通非常之方便 然后前面800米左右就是这个 高速路口 高速路口 800米可以直上高速 然后行目隔离 这个是华阳汽车总站 汽车总站一小时的话 可以返道路汽车站 是的 然后在我们行目隔离的话 这里也有一个龙毛市场 去买菜非常之方便的 走路几分钟 我们之前也拍了一条片 大家可以点到那个铃铛去提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现在卖的价钱很便宜啊 前面这个天安的话 现在价钱都是123米左右 123米 我们这个的话 军价的话是8800米 过了一条桥价钱就不同啊 不如我们讲回这个 我们的沙盘 这边的 我们现在是哪个位置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营销中心 营销中心 那旁边那一栋比较大的呢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小区的主日口 主日口为所 可以被业主打 抹茶、抹茶等地方 休闲的 是的 整个项目的话 我们总占地面值是7.5万 大社区啊 一栋有多少栋楼啊 一共14栋 14栋 一共的话是有2022户 我们现在卖的是8栋 9栋这边 这边 胡营的话我们是3房 最主要是3房 这边的话是89平方的 89三房 三房两厅 开间可以做到3A8 是 然后旁边这边还有98的宏厅 那个八方都是做3房 嗯 这边的视野的话就比较开阔 比较开阔一些 可以看到淡水的中心的位置 可以看到淡水的地标 然后我们买的话 还有这边的14栋 还有14栋 14栋 和其他栋有什么不同呢 14栋这边的话是板楼 板楼设计 朝向是朝 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的 一个朝向的 比较通风 透透一点 嗯 直接望花园 价钱方面呢 我们军价的话就8800 8800 听说这里低数库可以上车 对对对 首期一两万左右 一两万可以上车 这里全部都是现成的 现楼不用担心 零风险 你买了这里 立即和你去行政服务中心 办房产证 OK 那我们的用板间在哪里 我们的用板房在11栋 哦 11栋三楼 好 等会我们跟大家介绍两个红罩 一个是89栋三房 开间三米八的 还有98栋三房 横厅 OK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11栋的位置 卖的是8栋9栋 就是我右手边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园 都很漂亮 这里还有油栋设施 还有物业管理费 才是2元1栋 其实我很少看到这么便宜的物业管理费 我们现在上去用板间看看 我们上到三楼梯间位置 两梯4栋的单位 左手边是四面积的89栋 旁边就是大面积的98栋 OK 我们先进来这个89栋的看看 这里全部都是现楼 无坯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公司都是可以做这个装束的服务 根据你自己的喜欢 这里的开间很阔 3米8栋 我现在坐在这里看电视 我觉得60吋的电视都可以的 OK 我们出去看看这个楼台的位置 楼台都非常之阔 现在是三楼 今天天气非常之好 容光非常之充足 楼盘外面是车水马浪 因为这个是主棍道 人民路 OK 我们都看回这个厨房的位置 这里全部都是无坯交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用板间 人家有想象的空间 我们一进来这个厨房 88方的厨房 还赠送了这个生活的露台 看一下 摆回个洗衣机 还有洗手 还有这个烟气 都放在这里 都续续都够用 看看这个花园 OK 我们看看房间 三间房 88方三间房 看一下 这里左手边 就是厕所公共的卫生间 旁边这边 分别是三间房的位置 OK 我们先看这一间房 这一间房 还有一个飘窗 这里的飘窗 所有都不能打的 这个用光都非常之好 还有我们看一下 旁边这个四四间的房间 其实这个房间 我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这里还有一部 黄色的墙 可不可以看看户型图 原来这个墙可以训绕的 我告诉你如何训绕 OK 我们出来到这个主人房 这个位置 主人房 因为就是这边的厕所 可以训绕了这个 从这里进去 然后做一个衣服间 封了这个墙 然后房间的门在这里 所以你的主人房就很大了 这边是房 中间是厕所 卫生间 旁边就是专属于你的义务间 我们看看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的位置 这里做了一个 啪啪啪 然后 这边 都是看着一个方向的 如果你嫌两个房间都足够了的话 其实这一幅墙都可以打得 两个大房间全部打通 听你个人喜欢 这个房间全部都可以打通 OK 我们不如看看 那八方的三房的大横 是怎样的 现在来到了九十八方的独门 独门 这个走廊位 都可以看外面的大花园 这里的花园真的非常漂亮 看到这个绿色的地方 OK 我们进来了九十八方的大横厅 这个淡水万方文汉九十六方的大横厅 全部买了 这个盘有 然后是毛批 毛批军价八千多元 但是如果你加回八百元 九百元的装修的话 其实棍价都不够一万元 要想到 我们进来看看这个老台的位置 这个老台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刚才的八十八方 跟这个位置都差不多 这里都放了四个位置 也可以一样的 可以看外面的花园 这里距离淡水是中心区 所以这个盘也有很多淡水本地购买的 OK 我们进来了这个厕所 和这个房间 其实这个都好像是一个套间的位置 适合 如果我们晚上想上厕所 上夜尿 旁边非常之方便 这个利用了那个飘窗 然后这样打横 其实这张墙有点四 我建议好不可以这样铺张墙 这个是示范单位 我们进来看看这个干湿分离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设计 干湿分离 这里可以化妆 然后这个是厕所 还有这个飘窗 都给大家知道 都不能卖的 外面都可以看到化缘 我们外面还有一个厨房 不要忘记了 这个L型的厨房 长厨房 这里是毛皮膏库的 所以这里都是用板钢 都给大家看的 但是我找了一下那个冰箱 原来它在这里 这个冰箱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设计 因为厨房的话 我觉得沙波浪仓比较多 可能贵 要设计比较多 这个就是圆桌 长的圆桌的位置 一样进来 这样吃饭 很方便 对 已经放在外面了 OK 看电视 不止好 还有吃饭是一体的 大黄厅 我们进来了这个主人房 这个空间 说实话不是非常大 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衣轨 去到哪里 原来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衣轨 不够我放三的说实话 我们毛皮的话 都要设计一下哪里放 这个比较方便 这里的话就是主人房的厕所 这个要用的 都是拨不到的 但是它这个窗 无论是公共厕所 或者是主人房的厕所 全部都可以摸到 反正它不是暗示的 它这个做了一个玻璃门 圆圆的玻璃门 都可以参考一下 OK 我们出回这个 看这个容工房 容工房一日来 都是蒙花圆 还有这个床 我就想一下 应该是这样放吧 这样放才有位 对的嘛 封了窗 看看这个景色 真的不错 我觉得 这里大社区 一共有14栋的楼 可以看回入住的情况 都不错的 很多人用台都封了窗 我们不如逛一下 逛一下花圆 带大家逛一下 这个楼盘的缺点 现在落到这个楼盘的位置 带大家逛一下 这个花圆 究竟有多大 还有 卖的八栋和九栋在哪里 这里看一下 树非常之多 今天特别之热 我觉得广东真的没有 什么春天 秋天 一下子从冬天变成夏天 今天真的非常之热 我们带大家逛一下 也说回 为什么近期 我常常见到 我这个美女出见 我跟大家说回 先介绍一下 我叫Karen 熟悉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Kennis的女朋友 但我觉得 不一定说这个名字 自己的价值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之前做过老师 还有做过销售 所以我觉得 什么人都和什么人在一起 Kennis都这么优秀 对吧 好不我呢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条片 看到 这个人都不错 我说解都不错 欢迎加我微信 都可以资讯 这里淡水 本地的 或者是其他 这些讯息都可以的 我们逛一下这个类型的位置 这个是会客厅 这个绿化真是做得OK 关键是它的物业管理费 才2元 即是都不错的 2元的管理费 因为这些花花术术 这些都有钱的 都要每个月 有人工去维护它 跟它交水那些 我们提一下8栋和9栋 8栋和9栋 其实在前面 这栋就是10栋 前面的2栋就是 其实过来看楼的客户 其实都知道Kero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之前就比较少 出现在营博之前 比较少 大家都不认识我 说这栋是哪 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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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得我们的片多 就知道 它经常给我出一些生活片 出来的 那些楼盘的片 是个个都是它跟我开机的 也不少 其实都知道 哦 原来这个楼盘是这样的 那个楼盘是这样的 是 没错 包括后期剪辑 因为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做的 没有请人的 那都是我们自己两个人 一手一脚这样搞起身的 是 虽然说Kernice 她的家 整个家都是做地产的 包括都是做这个 开门电十几年 但是现在全部都是靠我们自己的了 是 年轻人做些方式又新一些 有些不同一些 那我们真的通过 很多次带客户 或者拍片 改进一下我们的拍片风格 或者是建议 是 改进 因为我们 吊头 吊船头 去做些新的事 我们可以很快 我们本地公司有本地公司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很灵敏地可以捕出 一些市场信息 去及时调整我们的业务情况 是这样的 好的 现在到了九栋 说这么快到了九栋 在售就是这个九栋 还有后面八栋 八栋 八栋反而住的人更多 你看一下那个 风窗的情况 边户就是那个阳光房 风得多 风得多就等于入住得多 都走到这个八栋九栋 高层就可以看到一中心的一个景色 一中心 是的 我们走到八栋九栋 都说回这里的优缺点给到观众朋友 这个优点第一个就是现佬 即买即入住大社区 是不是 价钱便宜 为什么 因为观价八千多元 带上装修 一万元都不死 是不是 所以你立刻就可以拥有这个大花园 然后买东西又方便 行路都能赌得到 坐车也方便 你不用听那些人说什么 20分钟到地铁站开车 大哥 你不记住红绿灯的时间吗 其实这里过去到沙田地铁 不是说特别之近的 其实开车也要半个小时 是的 开车也要半个小时 到高铁站的话 有些朋友想到高铁站的话 差不多都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这里去高铁站 如果高峰其实要 如果不是高峰 其实20分钟左右是OK的 因为外面是主要的马路 这里有一个小门口 8栋和9栋之间的小门口可以出去 因为现在人民路南端是收路的 我们公司那边门口常常摔摔摔摔摔摔 所以有些影响 所以我平时高峰期开不快 这个真的没办法 所以会拖慢时间 否则它真的会快一点 OK 8栋走到 8栋一单元和二单元 为什么刚才卡车没有上去14栋映呢 14栋我个人其实都不是这么推荐 因为14栋虽然是板楼 板楼设计 但是它被两条的主角都夹着中间 其实我们上去看了都很吵 是非常吵 因为是北患路的路边 然后人民路往北 又转过专用车道 转进来就是这个北患路 第一栋建的就是14栋 它平时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大车 尼途车那些 因为那条路往北再上叶冰大道 是上围城区 围城区 是回我家了 就不是这么推荐 这两栋反而弧形优势 都还好一点 这样值得推荐一下 所以刚才都说了 第一个缺点就是 这里是交通疏路的地方 靠近高速好 而且都会有很多大车 所以比较吵一点 这个没几的 这个 来你的位置 决定了这个盘 还有 它第二个 就是如果你想找来 高铁站近 或者是地铁站近 其实这两个都不是非常之近 这里来汽车站近 是来汽车站近 所以都看回你个人的需求 好 第三个缺点的话 我是觉得 这里是无披 有人觉得无披很麻烦 不想烦这些事情 没有问题交给我们 都可以的 我们看回这个粉红色 黄色的 幼稚园 就是幼稚园 这里是配套的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淡稅本地的 买这个楼盘 人员的话不会特别复杂 那些什么 撩佬 那些很复杂的地区 因为淡稅本地最中心的位置是哪里 口而多 大家都知道 曼刊文房 为什么买到黄宅 销罐 是有它的原因的 它拿地就拿 这么几栋 但是没有这里的花园那么大 是的 而且如果你最喜欢那96元的横厅 现在是没有 可能4月份会推出 但是价钱肯定没有这里低 因为这里8000多元的均价 加上装修也不够1万 这里过去文汉的话 大概7分钟 也不是特别远 看你真是 真是那么喜欢那个 弧形、装修等等 你可以综合去分析一下 就是这样 今期节目到介绍到这里 说了差不多了 希望我说这些 也对你有少少的帮助 OK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也提供一堆 专车接送服务 除了这个服务 收脑、验脑、装修 还有居住证 电话卡、宽带等等 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身上的本地人 本地佬 跟你统统解决到 OK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Karen 拜拜